遠處公寓被炮彈擊中 炸出巨大火光和濃煙 俄羅斯坦克殺紅眼 鎖定住宅開火 烏克蘭南部重要城市馬利波 至今被圍城12天 俄軍已占領該市東部郊區 至少1600平民身亡 衛星圖像顯示 馬利波幾乎成為一片焦土 加油站冒火 基礎設施毀損 民眾缺水缺糧缺藥品 二軍持續往 烏克蘭首都基督前進 把郊區城市炸成廢墟 去連疏散車隊都不放過 在佩雷墨加村 針對全都是婦孺的平民開炮 至少7死多人受傷 二軍此時拿不下各大城市 攻勢越來越猛烈 包括用長程武器和火箭 轟炸基辅新南方40公里处城市 瓦西里基辅的軍用基地 機城和油庫 燒成熊熊烈火 防守基辅的戰略重地伊爾平 乌軍也和二軍爆發激烈上陣 若失守 基辅 孔南堡 烏克蘭總統再度重申 頑強抵抗 誓言寸土不讓 除非俄羅斯產去烏克蘭 和歐洲的歷史 否則不可能奪取基辅 在你新聞 陳日報道